Hello 大家好 今次回到Pokemon劍盾的時間 今次想拍一條影片關於 由一開始到整完成整隻蟲的階段的影片 今次我會用弱丁羽作例子 因為我也想練習弱丁羽 一開始你就要決定這隻精靈是特攻還是物攻 我先放大一點 你會看到它的種族值就是這個 不過這個不是它的形態 這個只是小隻的形態 因為它特性有乳群 乳群的狀態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你會看到血量非常少 有攻擊有特攻 所以你就要決定攻擊手還是特攻手 然後再去選不同的性格 例如你想要的是天真 天真或者是固執 固執在哪裡呢 固執在內斂 固執在這裡 內斂就是特攻 固執就是加密攻 假設我已經決定了是內斂 決定了是內斂 然後有什麼技能都是在下面選擇 我們看看小隻 因為小隻才有顯示技能 好 那我再主要看回特攻 那特攻有什麼呢 特攻就有這支的鹽水 水炮這些技能 再低一點 有冷凍光線 衝浪水炮這些 還有沒有特殊技呢 特殊技還有一招的 泥巴射擊 泥巴射擊 而遺傳技能有沒有東西呢 遺傳技能就有特殊技 就是一招水之波動 然後再選擇一些你自己想用的技能 逐樣逐樣選擇 假設你是物攻的話 物攻的話就看回物理的技能 物理的技能可以有地震 例如泥巴射擊 水流獵破 或者什麼急速折返 重疊這些 你都可以選擇的 變化的都是逐樣逐樣看 哪一種適合用的就可以拿來用 OK 好 介紹到這裏 最主要就是看了你想要的精靈 首先要什麼特性 然後就是要什麼 要玩哪一方面的 就是要玩哪方面 特攻向還是物攻向 要什麼性格 一次過按完之後就可以回到遊戲中 之後我們就看回藥丁羽 好了 好 等一等 我們直接去那個努力值的店舖 因為這裡已經會連累了努力值 好 這裡 公門市的PC就可以賣努力值藥 入到中心之後我們再慢慢看那條藥丁羽 好 好 都先告訴大家我的藥丁羽是特攻向的 特攻向藥丁羽 好 藥丁羽就在這裡 藥丁羽就在這裡 你會看到藥丁羽是血防特攻特防 就沒什麼特別 加特攻減速度 因為貨在稀兇用 因為藥丁羽就非常低速 所以我覺得玩這個 稀兇是OK的 好 先放了一條藥丁羽 好 順便檢查一下他會不會有努力值 因為我怕我自己練了沒有 忘記洗 好 你要看到他中間的點什麼都沒有角落 對 什麼都沒有起角的話 即是代表他沒有練 其實都應該很簡單 這些物書出寵 就是全特攻和全血 因為稀兇的話 就不會怎樣去買 即是不會怎樣去吃速度 暫時這些的話 都有其他會吃速度 我都不特別講 而藥丁羽我最主要都是練特攻和血量 好 之後下一步就要把他吃這個血 26支血 因為252血量 接著就做252特攻 最後那個就加在防禦 加在哪裏 大家先看看吧 沒什麼所謂 防禦就比特防低的種族值 那既然是加防 低一點的 那這個加給他就可以了 好 那譬如我這隻的藥丁羽 就是主要用來打雙打的話 那這隻藥丁羽就要學一招守護 守護 守護就是免費技 守護 那就學會了守護 那另外我就想去學招急凍光線 那這裡看看有沒有急凍光線 那有急凍光線就可以直接學了 那再看看藥丁羽有什麼技 這個都要逐行逐行 就是看著網站來看 他有水炮技能180攻 但是 水炮 水炮也可以學的 水炮都有 那這裡直接學 好 那這裡用這個水炮 OK OK 嗯 好了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技能 現在的技能應該就是有守護 有急凍光線 還有水炮 對了 水炮叫聲守護 還有急凍光線 那這裡我就會再選擇多一招的特殊技能 會選擇什麼呢 我就應該是選擇用 嗯 嗯 嗯 看看 其實用這個 這個 盲幹也可以 那這條藥丁羽在40 就學到一招叫盲幹 我覺得盲幹也可以 或者是 一般 好 那我先用了地面技 暫時不要用這招盲幹 那地面技能就是53 咦 不是這個53 上面那個53應該是 咦 剛剛沒有了53 那我遲些再找回 那大概 大概 學技就是這樣 逐行逐行 看看哪一招有用 然後再去看 再去配 其實他去配幫助應該都不對 因為他是輸出手 其餘就 沒有什麼特別可以學 這隻精靈 因為特殊技能 只是有 地面 水 和冰這三個打擊面 如果不配這三招的話 那一招就 就是 只要地面就要寫氣 換做其他的變化技能 不過暫時就真的沒有住 好 那既然是這樣我們幫他升 我幫他升 因為學下招盲幹 我幫他升 那大概 吃這個糖果 那XL就吃4顆就差不多 4顆就差不多去到50 對 已經53了 那這個幫助不用學 圍攻不用學 鹽水也不用學 這個雷眼汪汪也不用學 這隻是用來減攻攻擊和特攻的 浸水也不用學 炒鬧也不用 水流尾不用 水流環不用 盲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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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留一留 因為我想要一隻藥丁羽有盲剛 那你一度學完他就OK 基本上就完成了這個藥丁羽的訓練 這隻就可以拿出去用 可以拿出去用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致上那隻精靈就是這樣 首先你要知道的就是你要那隻精靈是玩什麼方向的 看那隻精靈是密攻還是特攻 還是盾型呢 這三方面 接下來就是看他的精靈的性格是怎樣 你要玩什麼性格去配搭這隻精靈 例如我這一招是冷靜 冷靜的性格 加特攻減速度 看完性格想要的 接著就開始刪了 刪 或者再看技能 大概你會知道你的寵有什麼技能 如果不是到時你刪了出來 沒有那招技就麻煩了 因為有些重就沒有一些技能 譬如扭拉沒有了柏洛 有時候可能刪了出來才知道 扭拉沒有柏洛 其實也很麻煩的 因為扭拉的柏洛算是挺大力 和挺高速的 如果沒有柏洛的話就比較弱勢很多 最重要就是確認一下他有什麼技能 你發現有招技你想玩的話 你就再刪 刪完之後再確認一次那招技能 然後就慢慢對著網頁 中文或者英文 根據大家看的喜好 不斷看著網頁 然後學一下有什麼技能 再套回到精靈 大致上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非常之簡單 還有新手可能會有些不熟 有機會 但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這些都是熟能生巧 很快就會熟了手 OK 今次這條影片是非常之普通簡單的一條影片 我們下次再拍一些 Pokémon劍盾盾系列的攻略或者心得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按訂閱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 未來會有更多Pokémon劍盾盾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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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cmdream